岸边层层海浪不断翻腾 大树也被吹到全歪了头 深深台风威力增强 现在抵达鹿尔岛燕美地区 日本气象厅表示 未来预计24小时内 燕美大岛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 燕美机场前 总旅数被吹到变形 东岛西歪 机场也贴出告示紧急关闭 民众哪里都不敢去 就怕台风天会饿肚子 超商商品全被狠扫一空 或加上空荡荡 让当地民众吵傻眼 深深过去一天 因为卡在安行气压场周 岛以气流微弱 几乎走走停停 山下未来也将继续北上 预计29号逼近九州南部 强度也会继续增强 带来破纪路豪雨 本周日本全国天气都将受到山山的影响 JR东日本和西日本从周四开始到周六为止 也将计划性停市 日航取消周三包含六条国际线 共计超过100个航班 全日口也跟进 28到30号 共计68个国内航班停飞 赴日旅游的民众 务必追踪台风的最新动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